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很陌生了 那接下来老妙就带大家看看这款爱题的VR一体机 老妙聊科技 今天聊VR 老妙在这里郑重申明一下 所有关于VR头显评测的 老妙这边是作为VR评论的总编辑的个人观念去阐述的 但是所有的这系列评测 我们不涉及任何的商业合作 也就不涉及任何的利益往来 老妙说的都是作为一个媒体人对这款设备的评价 不说别的 先说外观 老妙手上的这款区域RS通体为灰黑色 正面的右下角是区域系列的logo 上下方这些网装的口是这台头显的散热口 在上方和左右分别排列着开机键 然后确定键返回键等等 这个是能够插入TF卡的卡槽 老妙没想到这台头显居然还能插内存卡 这是内容不够吗 爱奇 我觉得爱奇艺的内容其实够的呀对吧 老妙手上这台头显上面的耳机是奇遇RS自带的耳机 大家可以看到真是小巧玲珑啊 但是这个音质嘛反正也是脏裂的 奇遇RS的头戴方式其实跟Quest 2的头戴方式其实挺像 额头的前部用这样的一个进行可以上下摇摆 奇遇RS采用的是电致后置的方式 该说不说这样的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减少前额头所需要承载的重量 当然前面是屏幕中间是数据线后面是电池这个全方位的电击效果不知道怎么样啊 当然老妙只是开玩笑这个都是绝颜体塑料线这个安全问题是没有问题的 说完外观老妙就来详细说一下配置和搭载的应用生态 配置上呢奇遇RS用的是骁龙835的处理器和第一代的Oculus Quest一样 配备了4GB的运行内存和32GB的全速内存 分辨率为3840x2160 4K的分辨率 刷新率是70Hz和第一代的Oculus Quest的刷新率相差无几 同时还加入了杜比和DTS双解码音效 配置上还是挺耐达的 当然老妙在这里还是要强调一局 参数对于VR来说其实意义不大 同样的参数其实解码出来的画面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同样是骁龙835的芯片组 但是虚优2S的画面的感觉和Quest的比起来相差甚远 好相对于一个成熟的VR体系 爱奇遗的虚优2S有一种单腿走路的感觉 背靠着是爱奇遗它的影视资源肯定是庞大的 能有足够的内容去支持它的影音发展 包括像其4K的分辨率 杜比和DTS双解码音效 这些都是为了打造影音氛围而设定的 所以用这台头显去看片 还是算过得去的 但是在游戏方面那就是个硬伤 先不说它和国产的一系列的VR体系一样 搭载的是某字母厂的某应用商店 咱也不说它这个手柄只有三道 也说三自由度 敢不敢先把手柄的定位系统做得好一点呢 老妙也不是杨过啊 你让我另外一只说干嘛呢 玩游戏的时候还扶着头显呢 再说了男儿愤怒的小鸟也要两只手柄啊 对不对 至于里面有哪些可以玩的游戏 这就难出老妙了 某个应用商店里面有能玩的游戏吗 哎算了不纠结这些了 好吧 接下来聊一下售价 某宝上2000出头 怎么说呢 如果各位小伙伴想体验VR游戏 老妙还是建议加个几百块钱 直接想要Quest Quest 2 如果你想看电影的话 国产的1000多块的VR一体机 甚至华强北几百块钱的VR一体机 也能看啊 我为什么要选择爱奇艺呢 对吧 好了 今天老妙就先简单聊到这里 如果各位小伙伴对VR一体机 有什么希望跟老妙探讨的 也欢迎留言 老妙聊科技 科技很远 但未来很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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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